行政院發言人徐國勇 就像玉民委員講的 帶風向了 他講得多麼的悲情 他說光是台電大樓 一天只要關這兩個小時的冷氣 就可以節省2000度電 如果全國的公家機關一起省 省的電是非常可關的 這個省其實就是限電 然後他開始講開始悲情 這時候悲情的音樂要出來 天災導致書店電塔倒了 類似的情況 在921地震的時候也發生過 希望全民一起節電 共渡難關 但真相是什麼 921的時候 我們調出資料來看 921為什麼會缺電 當時北部需求的電是 1075萬千瓦 然後占全台灣用電量45% 這麼多 快五成了 但是北部地區自己供電能力 只有674千瓦 原來674萬千瓦 所以本來就是不夠的 本來北部用電就是靠南電北縱 全部都是要靠一個南電北縱 結果那時候921受損多麼嚴重 那是百分之百的天災 17個變電所受損 一個叫做開閉所 五個超高壓的變電所 八個一次變電所 跟三個配電所 全部總共622座都受損 這麼嚴重的921 那是百分之百的天災 而這一次只不過就是一個 130萬千瓦的一個電塔 趙欣 徐國勇這個悲情戲 他敢這樣演 這個人家我們有一句俗語 叫做什麼比雞腿 這個徐國勇就是拿那個東西比雞腿 就是沒有辦法做類比你知道嗎 以前我們家住淡水 淡水馬街後面 大家知道其實台灣的醫療院區 它是不停電的 唯一我在那邊住了20年 唯一一次停電是什麼時候 就是921 為什麼 因為921把台灣整個電力系統的 供輸系統 受到系統性的損壞 那沒有辦法 那是全台灣的大地震 可是今天的狀況是什麼 是和平一個區域性的 小小電塔被衝倒而已 它的供電量只有130萬瓦 這麼局部性的 你就好像是你今天如果說 921如果說是斷手臂 兩支都斷了 那麼今天這個和平電塔 只是冒一個青春痘 然後你跟我講說 這個東西很嚴重很嚴重 拜託你 他不是要看皮膚哥 你是拜託他去住進加護病房 你不是給我診銷的嗎 這東西根本就不符合比例原則 所以它的說服力 它越辯護越沒有說服力 為什麼 因為現在的限電政策 到底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還有呢 這個1點到3點 確實是最熱的時候 你這個時候 結果你讓大家不能夠開冷氣 是怨聲載道 我們在立法院裡面進去 人家都講說 現在的立法院 每一間辦公室有濃濃的人情味 好